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过去的7月份 国会通过了2022年家庭主妇社会安全法令修正案 能让55岁以下的大麻女性公民 包括妻子、寡妇、单亲妈妈、职业单身女子 或是全职家庭主妇呢 可以自愿参与家庭主妇涉险计划 符合资格的家庭主妇每一年只需要投保120令吉的保费 就可以享有12个月的保障 而当局呢也没有设定最低年龄限制 也就是说12岁的女儿如果有帮忙分担家务 也符合这项涉险计划的投保资格 那一旦投保人因为做家务的时候发生事故 或者身患残疾导致无法从事家庭主妇的活动 都可以获得保障 随着家庭主妇涉险计划已经在12月1号开始执行 那新科人力资源部长西花古马今天在记者会上说 这项计划推行一个多星期以来 全国已经有超过1000名女性自愿登记成为受保人 而这也是人力资源部的重点项目 那他放映未来会有50万名家庭主妇能够登记投保 新科人力部长西花古马今天在布城召开记者会时说 相较于私人保险公司所提供的保险 家庭主妇涉险计划的保费更加便宜 每一年只需要120令吉 即使是患病的家庭主妇也可以投保 西花古马还说 这项保险计划保障的还包括做家务的范围 包括家庭主妇准备食物 去巴沙送孩子上学等等 希望能够为受保的家庭主妇提供家务灾难和残疾的保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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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